刚上线就是下雨天,拥有顶级钻套丝毫不慌,这必须得出去浪一波,雨天的夜色氛围还挺好,除了这堆小僵尸啥也没看见,肯定是看我全身钻套,害怕了,小小雾中,我超发生了什么事,理智竟然直接被清零了,不好面前过来的这个貌似是隐怪,五百格血酷似肉盾,想要反抗根本没有机会,山羊哥又来了,今天不是我死就是我亡, 还是来欺负一下变异的劳大,一看就经常练习唱跳rap,疑速真的超快,这个游戏一定要注意深厚,时不时就会有山羊哥出没,而且好像会加强,根本打不过,那只好拿出我的秘密武器了 先来做一把火箭筒,旁边的散弹枪,只需要24个铁钉就能制作,铜矿放入熔炉烧制一下,再来制作两组半弹药够用就行 现在就让山羊哥尝尝现代武器的威力,不过貌似也没这么强,四下才解决一个小江,前方发现一个野生羊头或超打败怎么还会土重生了 并且数量变得越来越多,这十分有十二分的不对劲,喵的转身还有个creeper,直接将我爆破到山底 这么多喜羊羊根本打不完,理智见底颜色开始反转,并且周围开始带着阵阵呼啸声 喵的影怪又出现了,赶紧切换喷子奖励一个淡加 我超咋又出现一只,先将蓝路的creeper击败,再引诱一只逐个击破 我超影怪居然有七百血,堪比十个山羊哥,双拳难敌四手直接被拿下,刚复活就看到山羊哥 打不过影怪打你还是绰绰有余,你直接给我做下牢地 我超咋又刷了纯路人,卡在门口,还是任我为所欲为 喵的咋又来了,那就请你吃颗刚做好的子弹 不过弹药需要火药,也就意味着需要解决大量小苦瓜 隔壁还有只排骨战神,试试枪械,能不能已知抗衡,我超怎么关灯了 触手这好像是排骨战神的技能,人都没见到直接被排走 这也许就是排骨战神的恐怖之处,还是来找些爬行者打些火药 也是时候准备打墨影龙了,晃动怪096 电脑昨天被北大杂了,来找老王借一台,人呢,哪去了 老王你的电脑借我玩玩 电脑在二楼,你自己去玩吧 老王,你真是我的好朋友,我去,老王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多电脑,看看性能怎么样 小子,又逃课了 我去,那不是北大吗,完了完了带上电脑快跑,被北大抓住,没有好果子吃,只能破窗逃跑了 对不起了老王,现在这个角落玩一会,北大应该发现不了我 老王 保安呢,把他交出来,不然你们就完了 我是不会告诉你他藏二楼了 还是你识相,二狗,上去看看 我去,老王这小子存货不少啊,全部给他砸了,敢带我的学生完美你完了 这个窗户怎么破了,肯定是小子破窗逃跑了 北大怎么说跳就跳了,我就在他身后,他都没发现我,老王的这电脑质量不行啊,按下这个按钮去另一个地方 这是我的洞幅,左面的这些全部都是陷阱,保证北大笑着进来,哭着出去,现在这玩会电脑,这电脑怎么卡在墙里了,给狗,狗都不玩 这里有个按钮,小子肯定从这里逃跑了,这有个山洞,怎么这么多门,一个一个打开看看 我敢肯定,里面一定有陷阱,从第一个开始,苦力怕,我就不过去,你能把我怎么样,看我走位走位走位,就这个陷阱,还想坑我 你小子回家,再玩两年一半,这还有个小白,这么简单的陷阱,谁能上当啊,去第三个门后面看看 岩浆,我感觉,这个还是陷阱,先去旁边的看一看,这是谁,那我肯定选这个,傻子才选岩浆 小子,我来咯,我的下界见早已饥可难耐了 听到爆炸声了,那岂不是此地不安全了,不喝冰红茶直接跳下去,我超勇的 这里面还有大惊喜等北大,前面看似是一个跑酷,其实它就是一个跑酷,下面被我放了凋零 北大老寒腿,不知道能不能跳过来,在往必经之路放一个屏障,我已经迫不及待听北大惨叫了 这边怎么还能进去,小子的电脑,砸了,又是二选一,小子去哪里了呢 那他肯定去岩浆里了,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为什么要逃课 北大来了,北大就凭你,你是不可能跳过来的 你小子 哈哈,这屏障果真厉害,溜了溜了,按下这个按钮出去,我已经在这布置好了火箭,等北大来我就起飞,让他感受一下绝望 你小子倒是跑啊 北大没想到吧,我这有个火箭,我先起飞了,看你怎么抓我,咦,怎么没有反应 哈哈哈哈,小子,我早已发现你要做火箭跑,我已经把你的燃料给拿走了,我看你这次往哪里逃,我的下界剑早已饥可难耐了,让你逃课,给我隔屁 小安,把你的作业拿一下,就可以放学回家了 好的,谢谢老师 北大,你确定这是我的作业吗,怎么这么多,你这是把全班作业都给我了吧 这都被你知道了,由于你老是逃课,所以今天的作业由你来帮全班完成 你小子打我干什么 作业,狗都不写,让我玩电脑还行,写作业,不可能,前面有我早已布置好的机关,门后面不要去,从这里传送,这玩电脑多是一件美事啊 小子为什么不写作业,他应该就去前面的门后面了,小心一点别被阴了,这个压力板,应该有问题 咦,没有反应,再往前走一下 什么,这是什么,哪里来的铁针,怎么又没有了,就这啊,我还以为 这箱子里有个翘翅,带上飞走,北大怎么也想不到我会飞吧 让我试一下从并兮兮九块九买的翘翅,好用不好用 没想到还真的飞起来了,不错不错真不错 去前面的房子里,我怎么掉下来了,差点把我摔坏 前面是我被北大做的一个陷阱楼,陷阱机关数不胜数,让他笑着进来,哭着出去 毕竟我这个坑人小能手可不是吃醋的,找个地方先玩一会电脑,就这里吧 这里有个按钮,这是什么地方,有个岩浆,还有小子电脑 看看箱子里有什么,一组烟花,没用,附近没人,小子肯定跳岩浆里了 这个箱子千万不能开,这个角落里有个狗洞,把门关上,别让北大看到了 从这个下水道游出去,前面还有陷阱等北大 那个亭子不能去,有陷阱,在这玩电脑等北大 那里好像有个房子,果然有一个,被我发现了吧 小子肯定就在那里,没有车,只能跑过去了 过来了,可累死我了,让我抓到小子,饶不了他 进去看看,怎么这么黑 这里好银森,前面还有个箱子,让我看看有什么宝贝 去楼上看看,小子,这次我可饶楼了你,怎么有水,我不会水啊 这里,难道是个水迷宫,居然还真的是,只能慢慢找了,好麻烦 完了我不行了 前面怎么这么亮,难道有密道,下去看看 北大过去了,那么接下来有好戏看了,他一定好奇怎么有个模型,其实那是假的 我丢,北大怎么没凉,完了完了,完了 哎,不对他好像没发现我,他去另一边找我了,溜了溜了,想让我写作业,不可能 一天不找北大的麻烦,我就浑身难受,北大居然敢玩电脑,制裁,必须制裁 看我的超级无敌暴龙TNT,北大,升天吧,多放一点,别让他跑了 从这里跳下去,我得赶紧跑,被北大发现我就完了,这里还是比较安全的 前面有我设置的密室,先去密室里,还好带了电脑,不然在密室里有够无聊的,先在这玩会电脑等北大 可恶,我就玩个电脑,怎么被炸了,这肯定是奥安娜小子干的 人一时越长越亏,退一步越想越气,这个下面好像有他的密室 去抓他,必须好好教育一下,前面好像有两个按钮,男左女右 北大怎么还不来,是时候走了,这是我用北大最喜欢的玩具做的垫脚石 我直接用墨影珍珠顺移过去,在这放两个电脑,让北大误以为我被他吓得屁滚尿流 其实真正的出口在岩浆里,门后面有苦力怕,北大肯定不会想到的,我先去这下面 这里有我一把最强之剑,等北大来了扣他,我先玩会电脑等他,这拼细细买的电脑就是不行,老师卡墙里 那肯定就是右面了,前面有个狗洞,肯定是小子的密室入口 这不是我最爱的玩具吗,怎么被用来做垫脚石,气死我了,绝对不可饶恕,我才不忍心踩你们 我直接用石头垫过去,我果然是个大聪明 去门后面 喝一瓶冰红茶,去岩浆里看看,小子肯定在岩浆里,这次我跟他拼了 北大你来了 小子,束手就擒吧,我是绝对饶碌了你的 北大,等一下,你看我手上的是什么 我这最强合金键可不是闹着玩的 走了,这拼兮兮九块九买的电脑,狗都不玩 这里看似是一条矿道,其实这下面有陷阱 我直接左脚踏右脚180码速度跑过去 这里有个命令方块,传送另一个陷阱,用水游出去 等一下北大过来了,他出不去 我召唤个雷神打败他,北大就准备隔屁吧 这臭小子,敢打我,你完了,他肯定从这里出去了 这是什么地方,一条矿道,他肯定坐车逃跑了 这就是我的威慑力,对我下 我直接跑过去,这下你拿我没招了吧 怎么没有路了,这边有个命令方块,点一下 北大,你终于来了 小子,快放我出去,不然,等我出去,有你好受的 北大,你能出来送我书,我给你准备了个大宝贝,只要我拉下这个拉杆 去看看北大凉了没有,他怎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看来已经凉了,只能请黑人小哥了 桃李北大十四 我就不信我跑到这里北大还能找到我 我花重金做的城堡 里面机关重重,一定要让北大笑着进来哭着出去 我先去楼上玩会电脑,我又从拼兮兮买了一组电脑,看看性能怎么样 小子刚刚好像就是从这里进去了,这里有三个岩浆 根据我的判断,这应该都是假的 大金块,我的了 有个目标,设一下看看有什么 北大真惨,溜了溜了 跟着我的脚步从这里过去,这里利用身法跳过去 以北大的老寒腿应该跳不过来,从这个梯子爬上去 这里有个入口,不过已经被我堵上了 我先在这玩会电脑 可恶,那个目标是假的,又被小子坑了 小子,别让我抓到你,这么多火把,他肯定去楼上了 我慢慢地过去,直接偷袭他一下,让他看看我北大的厉害 走了走了,我在这都听到北大的叫声了 这并兮兮买的电脑就是不行 我的评价是不如隔壁某东 这里坐车去我另一个城堡里,里面也是机关重重 到了,就是这里了,先跳上去,去前面的宝箱拿一把弓箭 还好我提前在这里做好了准备,等一下北大来到这里 我直接一键下去,他就得凉 这里怎么有个梯子,肯定是小子上去了 刚刚,居然敢放凋零打我,这次我真的生气了 真是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他应该去楼上了 这里,应该就是刚刚打我的凋零,我都过来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打我呀,打我呀 一个字,绝 还是先去抓小子,一会他抛远了 这次,我绝对饶不了他 这有个梯子,上去看看 我堵他,肯定在这里 如果没有的话,我倒立吃三斤 哼哼,小子等着吧 我手里的斧子,早已忌口难耐了 这里居然是假的,气死我了 拆,必须拆,这小子可真阴 前面怎么有个铁轨 想必小子肯定坐车跑了 赶紧坐上车去追 我已经被小子坑了很多次了 今天,我要让他尝尝爆炸的滋味 北大,你终于来了 小子束手就擒吧 你看我这是什么 北大 哈哈哈哈,看你还敢不敢追我 走了走了,这看似是两个命令方块 其实这两个并没有什么用 不要去楼上,从这里跳下去就可以回家了 等一下让北大尝尝我的超级无敌暴龙TNT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绝对不可饶恕 这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了 小子的电脑 拆 有两个命令方块 让我按一下 好像并没有什么反应 看来这只是个障眼法 去楼上看看 怎么又有一个 看来小子在最前面了 这应该是别踩金块 看我的表演 小花快跟我去看看北大到底怎么样了 听说她的昆巴烂了,也不知道真假 老师,老师你怎么样了 这,我感觉一点也不像生病的样子 我看也是,她不会不想上 胡说,我昆巴疼,没有装病,不懂就别乱叨叨 小花,还有阿安小子,你俩的作业写完了吗 你嘛,这啥区老师生病了,还要检查作业 老师,我都写完了 我举办阿安没写 胡说,是你偷我的作业 你居然拿我的作业充数 什么叫偷 明明 小小小花偷我的作业 老师,这是我的作业,你检查一下 你小子转性了,居然写作业 我的检查报告出来了,帮我去看看结果 老师,你一定没有事的 北大,老王,坠母,诸神 我看看病状,北大病状两笔晚期 好家伙还装自己昆巴疼 看我今天坑不坑你就完了 喂嘿嘿,小妹妹,你别跑 这傻鸟还在做梦 看你以后还装不装病 我先躲到化验室里 这里有我三十个月前留下的陷阱 我不是在做梦吗 发生了什么事,肯定是小子 快开门,不然让你写10086本作业 老师,我为啥要写 我又没坑你 你真以为我没看到 差点就让他进来了 可不能让他知道是我坑了他 这按钮可不能按 虽然是出现一个小妹妹 但是他是一个会爆炸的小妹妹 北大看到小妹妹肯定走不动路 我先坐马沙拉蒂跑路 不过前面要及时跳车 不然就会喝鸡汤 这后面是火箭 我现在这玩游戏等老师 矿车和按钮 小子坐车跑了 小妹妹 哇,他怎么知道 原来是陷阱 可恶 坐车去追 老师来了 这下有好戏看了 老师鸡汤好喝吗 算了他听不到我还是走了 这火箭的终点是陷阱不能去 前面有我的隐藏门 我可以下去 这是我的商店 专门卖玩具的 只要我穿上衣服 那么老师肯定就认不出我来 那么接下来就等老师过来吧 天上有房子 他不会去天上了吧 这刚好有火箭 我必须去追上去 看个究竟 把脚下车方块拆了 我就能起飞 只消耗2.5秒 就上来了 不过这门怎么是 老板你有没有看到一只鸡 没有 我只是个卖玩具的 我是北大的 北大清华的 清华美女的 什么玩意 你想干嘛 送我一个美女 谢谢你 一千绿宝石盖部设账 看到我手里的东西了吗 别给脸不要脸 你等着 我给你拿一千个美女 滚 滚